從台北市議員手中接下獎學金和獎狀 學生們笑得腼腆 但要獲獎也不容易 除了學業成績外 超信分數也要兼顧 台北府城隍廟每年舉辦兩場獎注學金頒獎 鼓勵清寒學子向學 拿到獎注學金 你也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你來了之後 這是你努力所得到的 那我也希望說將來你們如果成人有益力的話 也可以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是一個善的循環 大家現在在自己的老外向好好的讀書 之後呢 用社會信號好好的理會社會 從國高中到大專院校 學生只要表現優良都有機會獲獎 廟方希望藉由經費贊助 鼓勵學生努力完成學業 有朝一日也能手心向下 幫助更多人 讓善的力量持續循環下去 我也很感謝我們家長今天來參加 我們感到很恩心 我們期望我們的同學 能夠孝順父母 能夠在社會上以後能夠出力把萃 松山區民俗委員會和台北府城隍廟 長期推動公益 每年都會和公所合作 舉辦獎學金頒獎活動 不少議員和主委也共襄盛舉 鼓勵青年學子堅持不懈 成功翻轉人生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這次來講 我們是個廣告人的 屋族 成功